其實也有幾多客人去詢問我們怎樣去寄東西 我也看到原來香港人在物流上是很缺乏知識的 他們從來只懂得去哪裏 只懂得去郵局 我們想改變的是改變一個社會的生態 原任職護士的Chilam一直都有創業的念頭 在大學時期已經開始做電子商務的生意 賺了第一桶金 後來他更加一邊工作一邊探索可以發展的生意計劃 三年前他毅然辭職 和生意拍檔黃錦希·Stanney 創辦了供應鏈採舊公司ShopQ 但就慘虧近400萬港元 我在大學時代已經在做日本出口的生意 我將日本的貨可以運輸到香港再購買 其實裏面加入了可能在日本的一些 供應、倉存、物流等等 但去到營運的時候就很困難了 因為跟日本人做生意花很多時間去投資 原來他的寄送的錄製是一些很傳統的版本 可能有PDF 有手寫 亦都有可能只有Excel等等 是很難去處理的 請人方面都很難請 在技術上我們的設計都拖延了很久 亦都試著失去了很多 起初開供應鏈採舊公司 兩個人因為野心很大 但就沒有考慮周長 最終虧損過100萬 G-LAM除了將以前網上生意的錢虧了 還出售物業 即使錄得嚴重虧損 但他們都沒有想過放棄 更加是轉型改創國際 寄運價格比較平台 Spaceship 成為物流版出花 我是一個挺好勝的人 因為放棄的話你就全部輸了 所以我們中間寧願做轉變 那時候就開始拆了商業 只是抽了資料出來 物流在香港從來都是一個痛點 其實也有幾多客人去詢問 我們怎樣去寄東西 想不到用UPS、Redis等等 因為貴 發現原來他們開個帳號也很難 希望做一個平台將門檻降低 傳統物流公司做國際運單時 比較側重大型企業的訂單 但因為新冠疫情 多了個人客戶 由海外訂購口罩等等的需要 Spaceship 見到故中的商機 於是跟超過20家國際 和本地物流供應商合作 客戶只需要4個步驟 就可以開到一張國際單 不單只是省時間 而且運費比起直接找物流公司 還可以便宜了4成左右 在我們Spaceship 的平台 你就很容易比較到 如果你要寄件去美國 你會看到有甚麼物流公司 你可以選擇 他們的運送時間速度是多久 我們的物流供應商 會給我們一個合作夥伴的價錢 讓客人享受到一個 比較便宜的物流價格的服務 早前Spaceship 更加因應時勢 推出了BNO由大優惠 短短一個多月 已經是寄運超過1萬宗BNO申請 現在每個月的訂單升幅超過七成 最近Spaceship 更加得到 千萬港元的融資 成功由谷底反彈 之前有些社交影響 我們看到其實也挺多人 在那段時間要寄一些BNO 亦都見到牌長龍的現象出現 我們本身Spaceship 就是要解決物流上的需求 我們在最新那一轉 6月那一轉 為期了一個多月左右 是有不同的價錢 是根據供應商是誰 以及運送時間的速度 在最新影片的影片 看見到他在最新的一輪 中間的影片 並且看見到他 在最新的影片 在最新的影片 進行到西櫃園 出現地下 可以看見到他 最新的影片 進行到內部 並且看見到他 在最新影片 進行到